好我想在经营美容这一块市场来说 我想尤其在中国大陆这个市场 那我想可能更值得我们注意 就是说我们怎么把中国大陆 这么大的十几亿的人口里面 有150万家 我说光卖那个美容仪就可以赚钱 卖那个什么增点器都可以赚钱 我觉得只要能够做 机会真的蛮多的 那我们回到台湾来看就是说 那我觉得以现在来说 当然先巩固先做内部检讨说 我怎么让我现在的经营的 获利能力能够维持 然后是 比如说你可以提供一业结盟 或者是网路购物或等等 第三个看起来中国市场 你要不要去开发更多的 本业以外的东西 那是一个机会占有率 那只要这个观念有了之后 那通常我们把这个观念 整合起来就是等于四个概念 就是说第一个渗透 既有市场跟既有技术的渗透 就让你的客户回流力增加 满意度提升 这是第一个思路 第一块的思路 第一个假如这个市场已经做到透了 你该做的客户都做了 该回流都回流了 那我建议你 想尽办法赶快开发心思 反应很热烈 大家都不敢讲 我还会觉得说这个是很 大家不好意思 那只要 因为它的照片可以用那个 它是有保健药品的那个功能 女性应不说 那是很容易有资深 那个嘛 会有很多细菌的地方 那它就是打出母亲盒 到母亲盒的源流 要清洁清澈 你打出母亲盒 保护我们的母亲 你这种概念 很贵啊 一小滴滴滴 那就几千块啊 因为它是非常好的东西 那你还是有人 有 有 有人消费 所以看它就专攻这个女性 这个女性应不护理的市场 他说这个市场很多 很多人想要不敢讲 他就找到这个市场 所以都有 大陆有很多人做族裔 这都做脚的市场 也做胸部的市场 也做头脚的市场 但应不护理 这就没做到新市场 开发嘛 另外又地点 地区 你现在不是只局限在什么 在小小的台湾 中国大陆 对不对 沿海 大西部 内地 或者东南亚 东南线消费能力逐渐提来 还有一个很大市场 回教国家 很多人不相信 他们要的产品 不要太高级的 他们经常吃羊肉 新山味很重 比较新山 去体位 去体位 他们也要 他有很多 他们都需要 你不要以为 那个伊斯兰 你们蒙人面 他不要漂亮 照常又漂亮 这很多人他不知道 因为我有客户在做 一年做好好的 身体处理之外 身体按摩之外 心理的问题 只要心理问题搞不定 那灵性就不用说了 那灵性就是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 对不对 还有生命意义的探索 那根本就做不了到这个层次 所以表示这个空间非常大 这我认为台湾的美容业要发展 那一定要从这边发展 台湾现在OK 在中国大陆 我觉得这部分更弱 可能更弱 那怎么把这个负债价增加 就来这边有心理直商 对不对 或者做生活适应 或者可以帮你做 很多的积极的 正向的观念的引导 而不是只会做 对不对 那是手法 手法完毕 你还有心理的疗程 心理也是变成一个疗程 对不对 好 那就灵性 我常讲很多 我就学着 我说 我说不要说心理你都不懂 你身体都不懂 我经常问他说 人的身体疾病 身体的痛 痛很有200多种痛 每种痛对人有什么含义 对这个人生命史 有没有影响 这个人的生活史 是隐含着他在做什么行业 他压力是什么 他的忧虑是什么 他不安是什么 我说你做个 这么棒的美容师 这么好的一个SPA的服务 按摩师 方疗师 假如连这个很多 无法帮助客户解释 引导 释放 我真怀疑你 你能提供什么附加价值 所以你就是 就是收纳洗一次头 几十块 嗯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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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